最后一段真的要讲关于一些比较难的Athony MA的题目 我们先讲102,148,然后讲150,最后讲151和146 来到这一段,一开始就说有个人站在一个榜上 本身的榜上是W的 正常啦,你的榜本身就这样站在那里 如果你没有动过,即是没有上下车的话 你身上有W和N 这两个0一定是平衡了,所以榜上给你的读数 你记得等于Normal Force 就会跟W一样,因为Stationary,上力等于下力 他就问你如果他按下桌子按F这个0 那究竟榜的数值会显得多少呢 好了,这个问题就是 先要画这个人的Free Boy Diagram,最后再查回它的Normal Force 就可以了,因为我和你说榜的Reading 就等于Normal Force的Reading 那我们先画这个人的Free Boy Diagram 其实这里就出事,因为真的不容易画的 那我们是个人在这里 重拉刷顶四个人 重力W,同色筆 没有绳,没有拉力,没有倾向移动方向,没有摩擦力 地下顶住你,顶力,N1 看着,这里在桌子的位置 其实你按下桌子,桌子也顶住你,所以你会有个N2 对不对 但你知道其实这个力是很为税,它特意画在一个人 其实这个F,这个位置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F应该是个人给桌子的力 所以应该是这样画的 而桌子给人,也会有一个F 而这个F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N2,对不对 即是把桌子顶住个人的力,所以这个就是F 因为上力等于下力,所以N1加F就会等于W 所以那个N1,sorry,不是N1 是那个N的Reading 不要紧了 N的Reading就会等于W-F 这样讲完,对不对 这个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你画下去,你要理性地分析这个答案 是不容易的 我跟你说,很多人都靠猜的 那猜到又如何,对不对 好了,下条 148,148这条就很过敏 那我个人都得心水力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说一条东西 本身就在拉着的,然后无端端就串着泥膠 就问你Tension的变化 那这条翻炒过一次,如果你记得的话 DSE就翻炒过 那就 看看Tension 1,Tension 2会怎样变 DSE翻炒过,你可以看之前那条 就是头那几页的,都有其他一条类似的 好了,那它就说本身这条东西比较Apply Force 拉近的这个系统 对不对 接着它就丢了一条东西 它就问你T1,T2的数值的变化 好了,那来了 那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你做Connected Bodies 一定要用F等于MA 对不对 在这个系统上第一条,一开头 好了,看着 如果你一开头用联体英F等于MA 那其实你不要想 只是用 就是用你的 我们说是用一些有系统的方法去做 就会有很多 如果你等下去,想来想去这个力 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变 通常是错的 对不对 那你用数学的方法去帮你做联体目 F等于MA 在一个系统上 那F当然是你apply那个力 因为它说这里是smooth的路面 没有friction 那就搞定了 那Mask本身就是MP 加MQ 加M PQR 做到acceleration A1 这个就是原本的acceleration 对不对 OK 好了 那之后呢 看着 我开始改变系统 如果你拋了够plastic 即是够系统是重了 所以这个Terms就会多了 那这个acceleration 这个系统就会小了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看着了 我们在T2 这个 个别系统 用一次F等于MA 那你见到T2的net force 其实是得 R的net force 只有T2 那你用F等于MA 在R 那那个net force 就是T2 等于Mas 的R 乘回acceleration 那你记得我们说过 M是不变的 其实M是不变正常的 因为是同一块 如果你拋了泥胶之后 acceleration 下降的话 就是说这个A都会下降 因为大家的acceleration是一样的 你成舊成Z都要加速度 没理由不同的 那你会有点快有点慢 对不对 所以你的acceleration小了 你的T2都随之间小了 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 Decrease OK 那终于打到Decrease 第二个 T1会怎样变呢 好了 那今次你 要用另一个body 可以在这个body 用F等于MA F等于MA 那今次有点不同了 你记得 Fhose是要把body 打横上的所有力 那你先画个Free Body Diagram 重力和顶力都不坏了 很累的画到 那先画一些打横的力 打横的力就是F T1 这个画得不好 应该要画在绳子上 你记住画图要小心 好了 大力减小力等于MA 所以应该是 F-T1 等于M的acceleration OK 那你的Mask是不变的 因为你在P 做F等于MA 所以你的MP是不变的 那你的Apply Force F都没有变成的 所以如果现在 你的acceleration 下降了的话 其实你的T1 就会变大了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明白 我转个T1 让你看 T1 等于 F-MA 好不好 那你的F和M是不变的 acceleration 下降 你减的东西 小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T1 就会变大了 所以T1反而是变大了 所以答案是D 行不行 其实Texy-Texy 都是讲一些 关于很基本的 F和MA 只要你的概念 够清 其实你做一百条 和你做一千条 其实都在做同一样 好了 最后 真的比较难 这个 这些 你看到 开始有点害怕 对不对 就是讲关于那些 就是你记得我们给功课 都是最难的几条 就是关于一些有Friction 在两个 Broad的中间那种 那些你就要很小心 这里我会讲多一点关于 Friction的Properties 那第一个就是 原来我们说Friction 它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一个Fixed Floor 就是一个平 一个不适动的地面 的Friction 什么不适动的地面 就是一个地面 对不对 好了 你在地面 如果你有个系统 有个Broad 向右边 那么Friction的方向 会指向左边 这个是非常之 深入闻深的一个答案 或者是非常之熟悉的一样东西 你看到Friction的版本已经有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Fixed Floor 你是一个Moveable Floor 你要小心 什么是一个Moveable Floor 其实以前考过很多次 就是比如有个Broad 在一些运输带上面 你想从A这个位置 运输到B这个位置 对于这个Broad 地面就会动 因为它放在运输带上面 对不对 右举例 例如有个车 走这边 那你的Broad 就在里面 那Broad 就会被这个车车拉向右边 这个对于Broad 地面也是会动 因为车是会动的 对不对 如果你是要找 我们画一些Moveable Floor 和一件物件的Friction 这个你要很小心 打个闪电 即是很恐怖 如果是这一种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你关于 Second Law 的concept 去处理Friction的方向 即你甚至不知道Friction的数值 和方向是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 用F等于MA 去帮你配合到 这个Case 你就可以做到答案 那你要自己看一下是哪个Case 很多时候General都是考这个 那不用怕 但如果去到这种 你就要小心 举例 譬如像这个Case 我试图给你看 怎样做 就是说它有两个Broad 黏在一起 它就问你 如果你Apply force 16N 这个1KG 2KG Friction between Broad 究竟是什么呢 好了 看着 这个系统 被这个东西拉着 接着加速 即是说acceleration 是向这边 如果acceleration在这边 即是说net force 在这边 因为这个是牛顿第2定 对不对 好了 听着了 现在你帮我挖了两个Free Boy Down 1号就是1KG 和2号就是2KG 那是什么 重拉刷顶4个力 我先挖上面那个 重力 重力向下 W 拉力没有绳子没有拉力 摩擦力 这个表面是很明显有摩擦力 他说的 你不知道是哪个方法 不要挖住 顶力 下面这个是顶着上面的 N 来啦 真正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个Friction的方法 是在哪一边 你开不了Case 数值你都找不到 那么很麻烦 但是这个问题是 这个是 记不记得是Moveable Floor 即是 1号 其实是在踩2号 但是2号自己会动的 对不对 因为你被人拉着 所以你就不可以再处理 移动方向相反 不是Oppos to motion 对不对 如果你说 他本身的Block 向右边 那你的Friction的方向 就去左边 那就糟了 只有对一些Friction才可以用到你刚才的分析 如果你讲一些Moveable Floor 譬如 现在这个2KG这个Floor 对于1来说是个Floor 对不对 你就要用你的F的N 来分析 你的系统被人拉着向右边 有一个向右的加速 Net Force是向右 如果Net Force是向右 就是这个System 无论你是个别看它 或是整个东西看它 它都一定有一个向右的Net Force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想想你这个东西 本身根本就没有一个向右的力 那它唯一 你未划的一个力就是Friction 如果你的Friction 不划向右边 就有问题 因为如果你的Friction不划向右边的话 譬如你划向左边 那就是这个System 上面的Net Force是向左边 根据F等于MA Net Force的方向 和Acceleration的方向是一样的 那Net Force向左边 你这个东西就会向左边 Accelerate 对不对 所以这次 你为什么知道Friction是向右边 不是因为 你有什么特别技巧去判断Friction的方向 亦都不是图给你的指示 是因为你知道 系统向右边加速 所以你要知道Friction向哪个方向 如果是一些Moveable Floor 最重要是你清楚知道 这个系统向哪个方向加速 对不对 如果这个系统是在走uniform velocity 或者是不动的 那时候上面的东西就不会有Friction 可以吗 再说一次 如果这个系统 他在走uniform velocity 然后他就再问你这个Interface Friction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Friction 等于零 因为如果不是 对不对 画纸给你看 可怕你 不过不要紧要 先解决Friction 然后再做uniform velocity 好了 Friction向这个方向 就帮他做向右的加速 好了 下面 这个地板的Friction 怎么判断呢 就是 用Action and Reaction 因为 2KG 给他1KG的Friction 就向这边 所以他1KG 给他2KG的Friction 反而会向左 行不行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你记得了 方向相反 数值相同 对不对 接着这个Block 被人拘捕了 6个牛 6个Newton 去这边 对不对 他就问你Friction Between your Blocks 你都跟回很 Fundamental的概念去做 就是 整个系统用一次F等于MA 你整个系统用反而就不难 因为1号仔和2号仔 黏在一起 不用理他们的Friction 因为他画地下 sorry 因为他画地下 就没有Friction 你这样就 画完那个Connected Bodies 之后你用F等于MA 6个Newton 等于3乘A A等于2m per second square 对不对 就是这个整个系统用2m per second square 向右加速 好了 接着你就再用Individual bodies